當然是非常之希望藉著給那個資助 是給多些能夠我們目標的對象 去能夠刺激到他們 或者幫助他們接種疫苗 那個百分率是提高的 所以這方面我們一直都會有 跟醫學界溝通 希望我們的醫生 盡量將政府的津貼給那些病 我們都認同有些病 在名字上面 在市民心中可能會有一個負面的意義 所以這些病的話 我想我們都會理解 特別是這方面的病友或者病人組織 都會想將名字更改 除去這個標籤 不過有時候相信要醞釀一段時期 等尤其是醫護人員的專業界 去大家討論一下